然后呢我们就这个一节一节的来看 一节一节的来看 我记得在上个月好像我在主日的时候曾经讲过 但是后来呢因为有出去了 或是说有什么事情就把它间断了 那么我们今天再回到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 那么第二章的话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开始写的七个教会 七个教会 那么就有的人在问就是说 这个七个教会到底就是那只有那七个教会吗 在保罗巡回这个亚细亚的时候呢 他曾经也建立了很多教会 那么只有这七个吗 当然不止 那么这个他一共巡回了亚细亚 包括这个到欧洲的一部分 就是到这个希腊的那一部分呢 就是说跟土耳其交接的地方 一共有三次的巡回 那么当时呢一大部分的罗马帝国的这个 这个区域呢他都走遍了 都走遍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最后呢 这个保罗上到罗马要上告该撒 关于讲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也知道他在那里被关了 以后呢最后他写了很多给教会的信 那就是我们的新约的组成 那么最后他殉道在这个罗马 殉道在罗马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七个教会 我相信呢也不仅仅是指那七个教会 就是说讲到我们在末后教会 七种属灵不同的状况 七种不同属灵的状况 那所以说呢神就在这里的 借着这个使徒约翰 把这个七个教会的情况 也就是说末后教会所碰到的这种 属灵状况跟我们讲出来 会有各式样的挑战 各式样的逼迫 但是有各式样的这个试探 但是会有各式样的奖赏 对于这个圣者 所以说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节 他说呢你要写信给以佛所教会的使者说 使者说什么呢 说这个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务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法倦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领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无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无的 是您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好的 那么所以说前面的七节呢 就是讲以弗所 以弗所教会 那么这个以弗所呢 我们看看当时这个以弗所 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他是在这个小亚西亚的这个地方 那么差不多就是在希腊的这个附近呢 希腊的这个里面呢 它这是一个算是相当大的一个城 那么在那个城里面呢 他们有拜一种假神 这个假神呢 其实是一个女神 那么这个女神叫亚迪尼 亚迪尼 那么你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保罗呢 到了这个亚迪 这个到了以弗所呢 因为他有很多人的被圣灵的充满 等等等等的 又灯烧了很多这个属于这个假的这个书籍 假邪术巫术的书籍 那所以说呢 神的道就大大兴旺 那后来呢 在这个以弗所呢 就出来了一个这个做这个假神的人 就在怂恿众人说呢 我们的就是一直在拜这个亚迪尼这个假神呢 他这样做呢 我们都不要好像都不要活下去了 那个意思 就怂恿他 前一个时刻呢 他们还推崇保罗呢 好像是神的使者 像神人一样 尊崇他的不得了 后一刻呢 就推出去把他用石头打死 那么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亚迪尼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呢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呢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叫做 叫做Diana 罗马人叫Diana Diana 那么这个神是做什么的神呢 这个神呢 就是说管什么呢 他是一个这个狩猎的神 就是在那个那个时候呢 人也常常出去狩猎 那么他也是怎么样的 他也是管这个野生动物跟这个外面的这个这个野生世界的一个神 那么因此呢 所以说当时的这些拜他的这个人呢 就认为他是一个怎么样 野生跟这个动物还有这个打猎的 所以说呢 他是管这个生产的 或者说这种 这个甚至是小孩的出生啊等等的 那么这个 他们就来拜这个假神 那么这个假神呢 他这个拜的原因也是可以说是 有很多不好的这种行为 那么甚至在他们在那个时候呢 在他这个祭司的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假的 这个女祭司呢 其实呢 他们呢 都是非常的淫乱 非常的淫乱 所以说那个城市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淫乱 那么也充满了这个这个假神的各样的这个事迹 那么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教会所在那个存在那么淫乱的地方的里面 以后怎么样呢 也会面对很多不同的一些试探 那么右手拿着七星七个金灯牌 那么这个七星呢 你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里面 是指七个教会的什么样的 七个教会 这个七星的这个使者 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所以我相信在每一个教会里面 他有教会有神的使者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的当中 就像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有两个天使在跟着我们 跟着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传福音应该是两个两个做见证 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呢 你们自己可以祷告问神 就说我的天使叫什么名字 或是他的功能叫什么 那有时候呢 天使是按他的 有时候是他有他的名字 那么他会给你讲名字 有时候呢 他是为了按照他的职份告诉你 按照他的职份告诉你 所以说呢 那么比如说有的人祷告的时候 主啊我的天使叫什么名字呢 那么他就得了这个圣灵的启示 说你的 比如说你的天使名字叫喜乐 那么这个弟兄或是姐妹呢 就会常常的很喜乐 就会常常的很喜乐 人家觉得这个中国人有句话说 天掉下来当被盖 所以这种人就是很乐观的 很乐观的 那么有的这个天使 比如说你祷告神说 我给你一个这个天使的名字呢 他叫这个好施舍的 那么这个弟兄或是姐妹 就是非常乐意去施舍 他施舍出去的时候 帮助别人 他就非常的快乐 他有什么他就尽量拿出来 所以说呢 这就是说呢 这个天使也是奉差服役的灵 奉差服役的灵 那么这七个天使呢 他们要负责什么呢 他们要负责报告 这个神 这个就是说 这个教会的情况和状况 那么这个天使的下面呢 这个有讲这个天使学里面 有讲的 这个天使他负责一个区域的 或负责一个机构的天使呢 他底下有很多不同样的天使 而且他来的时候呢 可能还不只是 比如说他是一个 这个宣告的天使 好了 这个宣告的天使怎么样 他常常会把神的话语 带下来 使这个牧者呢 或是服侍主的仆人工人呢 可以在讲道教导的时候 有一个教导的恩赐 跟讲道的恩高 那么如果说这个教会很大了 比如说几千个人的教会 甚至他底下有好多个小组 那么怎么样呢 他这个宣告的天使 可能不止一个 他可能头领一群宣告的天使 但是他是一个头 他算是一个领导 那么这群宣告的天使来了以后 可能在小组聚会 他就分支到各个小组里面 帮助这个小组长 做宣告神话语的工作 那么所以说呢 那么所以说他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这种天使叫做Scribe 什么叫Scribe呢 就是他是一个寄文士 文士的天使 那么文士的天使做什么呢 他会在停下来寄 我们这边所说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那么有一次呢 有一个牧师呢 他在这个 有一次他聚完会了以后呢 大家都散会 他就把门锁起来 要准备回家了 那么他走到parking lot的时候 走到停车场 回头一看这个教会呢 就看了一个非常高大的天使 这个天使呢 可能比他这个房子都还要高大 就靠在这个教会上面 拿一个板子在那里写字 他看了以后就好好奇 他就问这个天使说 你是什么样的天使呢 拿块板子还在寄东西 这个天使就跟他讲 他说我叫文士 文士 他说那你这个要寄什么东西呢 他说我要这个 是说神讲的启示录的 每一件事情 我要保证它发生 保证它要发生 所以说呢 这个神呢 这个天使是奉差福音的领 那么这个文士的天使 他可能是文士天使的一个领导 可能在他底下 有可能有成百成千成万 有多少的文士的天使 我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说呢 这是怎么样 这七个星呢 代表七个使者 这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那么所以说呢 那么他可能底下 有很多什么样 其他不同的天使 是做什么的工作了 比如说可能有医治的天使 有宣告的天使 有启示的天使 有敬拜的天使 那么这个 还有这个 有行政管理的天使等等 有分工别类 很多 很多 所以说呢 我相信呢 在每一个教会里面 都应该有他的守护天使 就像我们的弟兄姊妹 神也会给你有守护天使 那么所以说呢 我鼓励要是说 你们能够被圣灵充满了以后 能够说方言的 甚至于祷告 听见圣灵的声音的时候 你不妨祷告试试看 看看你的天使叫什么名字 我记得我在很多年以前呢 我刚刚在启示的恩赐里面运作的时候呢 后来有一位牧者就在我们的学校当时就教导这个天使学 他就说他知道他的天使叫什么名字 所以我们当时听的时候 我们就很好奇 我回家的时候我就祷告说 主啊 我的天使叫什么名字 后来呢 我就听了主跟我说 他说你的天使叫proclamation 宣告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启示性的服事 所以你需要宣告我的话 后来呢 我就尝试 我说 我就导 我就有一次 我就在这个祷告 我说 宣告你在我旁边吗 我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听了很清楚的一个声音说 是 我就站在你旁边 哦 我就 所以说呢 这个你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说你听得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 你不妨尝试看看 你会发觉 你有多少个天使在你旁边 有的时候 你的服事工作繁多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有好多不同的天使在你的身旁 好 所以说呢 这是一点 那么这个天使呢 是什么 奉差福益的灵 那么他的责任是什么呢 除了帮助神拆他来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以外 他还要常常回报到天上去 好 那我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你在这个 对 我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breakthrough的天使 就是突破的天使 好 对 其实呢 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不同别类的天使 所以说呢 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祷告 这个很有意思的 那么如果说你也懂得的话呢 可以对你的服事方面也会有更多的帮助 那么 这个 那么这个七个天使呢 在这里他就说了七星 那么七星是讲的这个 七个教会 七个金灯台是讲的七个这个 七个教会 那么我知道你们的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 而人也曾试验 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那么你看看这个教会怎么样 他有很好的行为哦 所以他对神的话 不仅仅是读念和背 而且怎么样 他实际上使用神的话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那就表示说这些人呢 肯面对这个神的话 来对付自己的老我 来实践神的话 所以他这里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那就表示你的行为是好的 是在我面前我认可的 这一点就不容易了 这一点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呢 我常常也说 那个我们不但要听到 我们要行到 我们要把话行出来才行 而不行出来的话 这个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而已 为什么呢 就像一个打篮球一样 你说篮球我懂啊 就是打篮球 就是往篮子里面投就对了 那可是你看那些职业篮球员 好远好远的 这个一抬手 刷那个球就空心的进去了 为什么你这个投半天 都投不进去了 因为平常没有练习 所以说呢 从一个 一个idea 就是一个 你的头脑的知识 到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是有相当一段的路 要去操练的 这个是每一个人 都要有这个顾客 没有一个 你说我是完全人的 这个真是成 除非神说你是完全人 你才能算是完全人 否则的话呢 主耶稣说没有一人 一个都没有 我们只能算称义 我们只能算称义 因性称义 好 那么因此呢 在这里怎么样 他有好的行为的 就是他实践神的话语的 你看在这个城市里面 有那么这样的 这个大的城市里面 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东西 他们有好的行为 你看别人贪 他们不贪 别人淫乱 他们不淫乱 别人这个 这个撒谎 他们不撒谎 而且怎么样 劳碌忍耐 忍耐什么样 各式各样 不顺意的事情 各式各样背你的事 各式各样的罪孽 你说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会不会犯罪 当然有 这个 有的这个 在教会里面 看到各样各项的事情 那么他也忍耐这些罪人 劳碌怎么样 劳碌来服侍弟兄姊妹 也知道他怎么样 不能容忍二人 就是他曾试验那些 自身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那怎么看出这个是假的来呢 试验这个真假使徒也好 试验真假先知也好 试验真假教师 真假牧师 那是看什么呢 看他的言语跟行为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到二十节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到二十节 我们不逢可以翻到那边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到二十节 好的 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到二十 或者说路加福音 还有六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也一样 他说你们要预备 防备假先知 他们就可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批的羊皮里面 却是残暴的狼 残暴的狼 凭他们的果子 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树上的 荆棘上 岂能摘葡萄 荆棘里 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的 我这边要特别解释一下 尤其是在第一节 这个第十五节 都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那么他们到你这里来 外面批的羊皮里面 却是残暴的狼 那什么叫外面批的羊皮 里面是残暴的狼呢 你有碰到过假先知吗 那假先知来的是怎么样呢 好的 第一件事情呢 他是批的羊皮 他外面是讲的 他也是信耶稣的 他可能还有恩赐的 他看起来是主内的弟兄和姐妹 那么这个假先知和假使徒呢 大概有分为两大类的 什么要两大类的 一种假的是什么 他根本不是基督教的 不是基督教的 有没有听到这个算命的 也很会讲预言的 有啊 他也知道你过去 他可能也知道你现在 他甚至会讲到你未来 但是他们后面所依靠的 不是圣灵 不是主耶稣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假先知 来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他外面批的是羊皮 他表面上的 哎我也是信耶稣的 你知道吗 撒旦对圣的话 他可能比我们都熟 记不记得 他试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试探他 但是他有没有行出神的话呢 没有 他完全是背道而行 就是他用圣经的话 他还是存着试探的心 所以这个心呢 是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说是这个 假先知来了 这批的羊皮里面 却是残暴的狼呢 我跟你讲是这样 绝大多数的人 我们看这句话 我们都看不懂 什么叫残暴的狼 因为没有被狼咬过 我跟你讲 我被狼咬过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怎么样呢 就是当这些先知 假先知来的时候呢 他们在基督教里面 变成假先知的时候 就是他灵里面 与撒旦连结了 他还不晓得 他知道也好 还是不知道也好 他灵里面 已经与撒旦连结了 他已经不再是侍奉主了 他是侍奉他自己 他是侍奉撒旦的 那么这个东西 在无形中会慢慢改变 那么你说我怎么看出出来 他到了教会 他也讲圣经 他也来为人家做预言祷告 他也来做其他很多样各式各样的事情来 那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假先知呢 很简单 看他的果子 你说他什么样的果子呢 圣灵的果子 有九种果子 我们以前看过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按照那个圣灵的果子看一下 那么而且怎么样 我们里面要有分辨的恩赐 什么叫分辨 就是说你不但对圣经要熟 你还要需要老练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就不至于羞耻 好 那么怎么样呢 就是患难生忍耐 你要有时候你要经历过的 哎呦 你说我可不想经历这些假先知 我跟你讲 你要是不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也希望你们永远不要经历到 但是有的时候呢 神要是你做一个领袖的时候呢 也许上帝就需要你经过这个东西 还有叫你增长见识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说什么呢 不经一世不长一智 不经一世不长一智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晓得 根本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只是看了圣经 说二假先知 像凶暴的狼 那么狼的狼性是什么 你看他这没有说讲凶暴的狮子 那狮子不是万寿之王吗 他最凶狠的 又讲到魔鬼像吼叫的狮子 怎么样 骗地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 那我们不把这个假先知 描写这个狮子呢 OK 那么这个狼是怎么样 他跟这个很多的一般的这个动物 最大的不同的是这样 第一个他的攻击呢 是一个群的攻击 一个狼群大概有三只五只六只十只八只甚至 所以说在古时候呢 这个牧羊人呢 通常呢围着羊群呢 他们是晚上不会回家睡觉 他跟着羊一起睡的 尤其古的时候 尤其羊群大的 比如说你有几千只甚至有上万只的羊 这个羊在这个野外食 这个晚上休息的时候 这个牧羊人可能有十个八个呢 甚至更多的 也许这个像万的羊群 他肯定有一二十个人 那么他这一二十个牧羊人呢 分了三五个一群 三五个一群呢 分成四五个角落在睡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狼要过来的时候呢 你一个人狼群过来的时候 你一个人去赶的话也很危险 就是三五个一群 然后呢一吆火呢 其他各地的这个 这个睡觉的这些牧羊人 都一起赶过来 去保护这个羊 那么所以说这个狼群来攻 他是第一个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pack 就是一群 所以仇敌恶者 撒旦来攻击了我们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仇敌的势力 你譬如说吧 有一个人他喜欢传言 在教会里面 他东传西传 长城会造成什么样 小玻璃剑 好了 那你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传言 会带什么 会带来分裂 这是第二项 除了分裂 为什么会带来 真净嫉妒 还会带什么 还带苦毒 为什么有人被传言攻击了 他就会有苦毒 是不是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这个 就是怒骂 争吵 所以说你这样随便一数呢 就是六七样不同的仇敌的势力 一起来攻击 所以仇敌撒旦他也很聪明 他也用这个计量用了很久了 所以他来攻击一个教会 攻击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呢 他不是用一种方法来攻击 你看的是用一个人 他可能带来很多种不同的一些仇敌的势力 一起来攻击 这当一个仙师他走偏了路 或是一个使徒 他走偏了路的时候 他的灵里面已经被撒旦利用了 占据了 拥有了 那这就非常危险了 他表面上可以讲圣经 但是他里面讲出来都是 死亡因经的诠释 我就碰到过这种事情 我就碰到过这种事情 所以在这种事情里面怎么样呢 有时候真的分辨不出来 那什么时候会有分辨呢 就是我们需要有分辨诸灵的恩赐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有讲到的 分辨诸灵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4章也有讲到 那么所以说呢 你看 那么这个狼啊 他要吃东西 他不是饿了吃一个吃一只羊而已哦 你这有一百只羊 他这个狼群过来 十只狼 他把你这一百只羊通通咬死 他可能只吃个三四只而已 那其他的羊怎么办 他把他咬死 他把他拖走 埋起来 等着他肚子饿了之后再回去吃 他一直在慢慢吃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呢 他就到雪地里面呢 挖洞 就把这个羊的尸体就埋进去 因为他小的很冰冷 这个肉可以保持很久 那么这个有时候呢 所以这个狼来的时候呢 这个牧羊是最恨狼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只吃一只啊 他把你这个羊能够咬死多少 就咬死多少 那一群狼狼过来 他可能咬死你几十只羊 如果说你要不及时赶到的话 那跟老虎和狮子不一样 他饿了就吃这一个 所以说讲的这个狼群呢 就是表示呢 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他是非常残酷的 他不是一种的这个仇敌的势力来 他可能要到六七种七八种一起来攻击 我们有时候用军队的术语来讲 叫陆海空三军一起协同作战 那么现在上帝呢 也是教他的百姓 如何来协同作战在灵界里面 所以说呢 当时的这样子的教会是怎么样呢 他们不能容忍恶人 也曾试验过 那只称为使徒的 看出来他们是假的 那么在这个 我们也看一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七章十六到二十节 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到二十节 那么这十六节二十节怎么样呢 说凭着他们的果子 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 吉利利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这个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好 那什么叫果子呢 很简单 这一棵树里面呢 这个从树根树干树枝到果子 果子是最后所结出来的 那就表示说什么呢 我们一个弟兄 我们一个信徒呢 我们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要怎么样 要从根部 因为那个果子的好与坏 跟这个树 跟树根是有绝对的相关的关系 你一个树根不对的时候 你种在一个吸水旁 或者是有毒的地方 你这个果子吃就不能吃 比如说 我就曾经听说过呢 在一个地区里面 有一个工厂 它是化学工厂 那它这个做化学工厂 就产生了很多的废料 跟毒物 那么这个公司呢 为了要省钱 它就在地上呢 找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井 有下的地底下很深 他把它在这里的毒物和废料 统统灌到这个井的里面 所以他做了十年八年呢 没有看他把任何的这个废料 拖出去过 然后呢 在那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村庄呢 就发生怪事了 得癌症的人比比皆是 一个接着一个死 那后来呢 这个老百姓呢 就上告官方 说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呢 这个官方就发觉了 说你们这附近 有一个化工厂 他们说呢 这个化工厂 从来没有废料 拖出去过 这个政府就觉得 很奇怪 怎么这个化工厂里面 产生这么多毒物跟废料 怎么会没有这个 他去查他的账的时候 发觉没有这种 这个叫做 处理废料的这种经费 后来他们发觉呢 找到最后就在 他们一个地方呢 一个隐秘的 这个地方找到说 有一个井啊 那个井啊 这个他把所有的 这种东西都那个 毒药通通灌到 那个井里面去 你知道后来 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井里面那个 倒到底下去 它就跟地下水 连在一起 所以这个植物呢 稻米这个麦子 长出来以后呢 那个土地 整个那附近的方言 多少公里之内 通通污染 所以那些老百姓 都在吃毒 毒药等一算 所以他们得癌症 都在得癌症 你看到没有 所以说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当一个使徒 或是先知 或是神的一个仆人 他走偏了的时候呢 他所结出来的果子 就一定不会 就会叫人死的 因为他的根 已经在吸毒了 不是吸自然的水 那就是说 看这个人的连结 的源头在哪里 所以一个假先知 或是假使徒呢 他的连结 已经不是在基督里面了 那你说 怎么他们也是讲圣经 怎么叫不在联谊基督里面 他们的圣经很熟啊 他们的恩赐很强啊 他们的经验很多啊 怎么叫不在联谊基督里面呢 我给你举些例子 譬如说 我就曾经碰到过一些 很有恩赐的目证 那么怎么样呢 他们特别贪爱钱 那么贪爱钱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一来 他表面说不跟你谈钱 但是他就一直在算计 你的这个钱有多少 而且怎么样呢 住到别人家里面就会说了 哎呀 我住在别人家里面呢 人家都到晚我去买 姑气的皮包 姑气的皮包 这是几万块钱 这个几千块钱 美金最少的 甚至有上万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贵 但是呢 他就说 我住在某某人家里 他就买 给我买这个皮包 这个皮包是名牌的 多少钱 我住在那个弟兄姊妹家 他们就带我去买那样子的皮包 或者买那样子的东西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也应该给我买这种 好的贵的皮包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呢 他的心就会慢慢慢慢的减了 他的以后的服侍的重心 他是借着服侍神来 替自己谋犀利 这叫向前看 那还有什么样的目识呢 或是说这个 这个他的生活不检点 有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就曾经看过一个先知 那么他呢 后来呢 就跟另外一个姐妹呢 发生了感情 那么姐妹呢 有是一个有妇 有妇之妇 长得很漂亮 而且很有钱 就喜欢跟着这位先知使徒呢 到主着 这个先知也长得年轻英俊 而且非常有恩赐 讲到非常有这个属灵的魅力 所以这个姐妹呢 就非常迷惑他 然后呢 这个 这位牧者呢 他自己本身也有太太 有三四个小孩 但是怎么样呢 他看着这个 这个姐妹 比他太太更年轻 更漂亮 更有钱 而且很愿意支持他 怎么样呢 就开始带着这个姐妹 一起出去服侍 就开始跟别人介绍说 这就是我太太 然后呢 有的弟兄就发觉 不对啊 我看过师母啊 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这个牧师就大骂他 他说你不许胡说八道 你不许这个 物妙神的先知 否则会有咒诅领导你 他杀了一些弟兄姊妹的 就不敢说话了 后来发觉呢 他真的把他太太也 法妻呢 也就跟他脱离关系了 就跟这个 另外一个 有父 有父之父的这个姐妹 叫他跟他先生离婚 然后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那所以说那段时间 我听说那个 那所谓的那个先知 他这个预言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灵已经受沾染 听说呢 他还是用巫术 邪术 把那个 有父之父的那位姐妹 笼络过来 你想想看 一个做神的仆人 怎么会去找邪术 巫术 给那个 好像下降头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已经不是在服事主了 他是用服事主呢 来替自己赚取利益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跟你讲 我们常常因为神 我们看不到神 神就看不到我们 错 错 错 神 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 他怎么不知道我们的心思一年 所以说我们当敬畏神 神给我们有充足的时间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神是大有怜悯 此爱 不轻易发怒 不表示说他不会发怒 他不轻易发怒 所以说呢 这就是什么样 我们看一个使徒 看一个先知 看一个牧者 我们看看什么 看他们的生活的果子 因为果子是什么 是他根的源头 所表现出来最后的结果 如果他跟连结的不对 为什么呢 就是他在根的里面 他有很大的私欲在里面 要弄钱 情欲的灵 没有对付干净 骄傲 所以说呢 这种 这个使徒和先知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 在教会的很高 而且很有讲台的魅力 所以没有人敢随便指责 他们说有犯出来什么的问题 但是怎么样 你看他的果子就看出来 是假的 就不会真 有的时候神呢 当然有的时候呢 神会把他的这个仆人的 有些的罪 他会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给他们悔改 他若一直不悔改 在有意见的时间里面 神会怎么样 把他们的罪曝光出来 为什么要曝光出来 你说这样不是对神的教会 很不好吗 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会的 但是神因为爱这个仆人 希望他回转 悔改 怎么样 好使他灵魂不至于 堕落到阴间去 不要以为说 每个人都说主啊主啊 我不是靠你的名 一并赶鬼 就可以进神的国了 连这些有恩高的 有神奇意识的仆人 都未必进得了神的国 因为主耶稣说什么呢 到那是什么 必会有人说主啊主啊 我在世的时候 不是奉你的名 一并赶鬼吗 主耶稣居然说 你这作恶的 我从不认你 我不认你 我不认你 你赶鬼是因为 鬼怕我的名 但是怎么样 你自己行为不减减 神是不可侵卖的 神是不可侵卖的神 他也是信使的神 他也是慈爱的神 他给我们一辈子的时间 叫我们回转 但是我们若是到死的时候 都不肯回转 我跟你讲 这个责任是自己担当 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 他说你也曾誓言 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了 所以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会有什么样 假使徒 假先知 假教师会出来 他们的目的 只是借着服侍神来 提高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可怕 很多的我发觉有些牧者到最后 原来起初的时候 非常的热心服侍主 到最后的时候 就懈怠了 软弱了 偏离了 所以我求神保守我们 我们不是昨天过去 要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学习 天天能够树立在神的面前 也求神的怜悯恩典 指出我们的软弱来 好不叫我们堕入 撒旦的轨迹 撒旦的轨迹 那就表示这个教会呢 在第二节以佛所 这个教会你看他有好的行为 他也非常的热心服侍 而且他忍耐这些一切的压力跟挑战 然后这怎么样 也不能容忍恶忍 他跟怎么样 善恶化得很清很楚 也怎么样 拥有足够的知识经验 跟属灵的透视力 他可以分辨什么叫假的 和什么是真的使徒 那所以你看这个教会 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第三节 他说你也能忍耐 成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罚卷 哦 他说呢 你能还能忍耐 你知道传福音是不容易的 传福音要受很多的逼迫 尤其是在那个当时候 传那个福音的时候呢 很多的 我相信在以佛所 很多人会在笑你们这些基督徒 哎呦 你们这些怎么傻傻的 以前我就曾经碰到过 一个人他就说 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傻傻的 我们报税啊 呃 都是能够偷就能够捡 就从到处捡 最后呢把所有的税权都 交出去都拿回来 我每年报零 不上交税的 还要退税的 但你们这些基督徒是 时报时效傻傻的 呃 我觉得我们不傻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后果 我们要对神负责 因为你要如果不敬为神 你不会这么做的 你一定会想怎么偷 怎么好 就怎么抢 实在是从神来 保守我们的心思一念 所以你看呢 他说怎么 你为我的神的名还劳苦 而且并不罚倦 你受了很多的委屈 神的很多的排挤 什么的 人家很多的白眼给你看 羞辱给你 你还是怎么样 不疲乏的继续工作 有时候弟兄姊妹 这里那里需要的 很多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他需要你 他来找你 他不需要你 他什么都不 人家教会甚至都不来 人家有事的又来找你 那你是愿意帮 还是不愿意帮 有时间来的即可以 有没有时间来得及 那真是帮不了 但是怎么样 他这个服侍神的时候 他一直不疲乏 然后呢 有一件事情 第四节 说我要责备你 责备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把起初的爱心离弃 那么在这个哥罗西书 三章十三节 我们看一下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 我们可以在这个电脑上看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 倘若 这个 这人呢 这个与那人有嫌弃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是联络全德的 全德 那么你看这个爱心 是联络全德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是讲的就是说 爱啊 其实呢这个爱是实在是最高深的一个学问 他前面讲的 要彼此饶恕 像主耶稣饶恕了我们一样 我们要怎么样 主怎么样饶恕我们 我们要怎样饶恕人 所以弟兄姊妹真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想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的 为什么要饶恕呢 因为有时候人伤到了你 伤到了你以后怎么样 尤其伤得比较痛的地方 我们都有自尊心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 是不能碰的有时候 有时候人家点出我们的错误来的时候 人家在背后说了我们一些事情 我们会被伤得很厉害 我们会很气愤 就是求神帮助我们 以前呢有一个弟兄呢 他跟他的牧师在一起搭配服饰 后来呢这个牧师呢 本来答应他一件事情要提升他 后来却没有提升他 而且呢有一个先知呢 也跟这个弟兄讲了说 以后呢你回去以后 你们的牧师会 你们家会要提升你更多的使用 结果后来牧师回来了以后呢 没有提升这个弟兄 却提拔了其他的弟兄姊妹 而且当时这个牧师呢 也听到了那个先知 跟这个弟兄所发的预言 结果呢这个弟兄就觉得 你这个牧师呢一定是对我有成见 但是怎么样呢 他还是要继续服侍啊 所以他又跟这个牧师服侍 那他就开始对这个牧师 坦生了苦毒 那苦毒怎么办呢 他知道这不对 他说主啊你帮助我原谅他 你帮助我原谅牧师 就祷告了 祷告很久 但是呢好像他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呢他有一天呢 这个讲台上呢牧师在讲 他说呢讲到饶恕 讲到饶恕的时候 他说大家我们低头下来 我们现在请圣灵呢 这个光照我们 看看我们心中还有谁不能饶恕的 求神呢把那个人的面孔 在你的脑海里提升起来 结果这个弟兄把头一低 结果你看谁的脑 谁的印象跑出来了 他说呢牧师的印象跑出来了 他说主啊两年了 难道我还没有原谅他吗 那神也没有直接跟他讲 当他闭了眼睛的时候呢 那个漆黑的蒙灰的 他因为他闭了眼睛 看不到懂 突然他就感觉在异象里面 看了一个很远很远 有一处光芒出现 然后呢就从那个光芒 就看了越来越大 就变了一个十字架在他前面 然后就从十字架里面 就出来一个叉子 什么叉子呢 是两个叉的那种叉子 不是三个叉 一般的吃饭的是用三个叉 这是两个叉子 这是很大的叉子 是那种 这个在乡下 乡村里面他们产草用的 两个那个大叉子 是把草产的 这个产出来的 结果就看这个叉子 就一直到他心里面 一叉 就 就出来 出来以后怎么 原来叉住了一条蛇 从他心里面 这个蛇是又黑又细又长 就到十字架那个地方 就啪 那个就不见了 他当时就感觉心里面 一块重弹就掉下去 他说主啊 我两年的都还没有原谅 我们的牧师吗 哇 真的是不容易啊 我都不知道 我还没有原谅他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又长又黑又细呢 主就跟他讲了 那个黑代表是苦毒 死亡 阴间的全世 那么又细什么 他对他的牧师 已经仇恨没有那么严重 已经很细了 那么又长是什么 两年的时间 所以说呢 神就把这个苦毒 从他心里面怎么样 一下就挑出来 神知道有时候我们胜不过 但是神在那个时候 就光照了他 他也在神明前认罪 所以后来他就得释放 因为一切的事情 都在神的手中 那么在这一切之外 怎么样 还要存着爱心 爱心是联络全德的 这个全德是什么呢 是指的我们的这个Virtue 什么叫Virtue呢 就是我们的品德 爱心是联络品多的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主耶稣在新约里面 讲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 叫什么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 尽力爱 尽心尽心尽意 又要其次什么 又要什么 爱人如己 这就包含了所有在旧约的律法的总结 所以说呢 爱神什么样 要尽心尽心尽意 尽你的心思 尽你的意念 尽你的这个意志力 你都要集中在神的身上去 这个不简单 我跟你讲 说实在的 我们爱主都要靠主来帮助我们 当神有一天叫我看到 说你们爱我 你们爱不了我的 因为你们看不到我 所以你们对我可能来讲 比较不容易那么爱 但是呢 他说你要求我 我会帮助你来爱我 爱我说对有道理 我说主啊 求你帮助我来爱你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你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爱 在真理上所建立的一个爱的根基 因为爱主 你就不舍得去做任何的犯罪的事 你这样做 你知道你会伤到他的心 因为你爱主 你就不忍是怎么样的 你就学习怎么样 你就有能力去忍耐 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弟兄姊妹的软弱 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完全的人 包括我在内 我也是人 那怎么办呢 彼此要互相包容 然后彼此什么 有些时间要沟通 所谓的交通 有交 不交不通 那这个东西就对不上了 那就会什么 在肚子里面就会生 埋怨苦毒 增进嫉妒 贪婪毁谤 禅言 这都会出来的 所以说呢 弟兄姊妹 所以说主耶稣说呢 他说你们若彼此认罪 就得医治 你说 有时候我不见得得罪的这个人呢 我跟他认什么罪 其实不是说像那个弟兄姊妹认你 你犯了在别的地方的罪 乃是说 你这样把你犯了罪 仇敌在你身上的权势 你把它曝光的时候 仇敌就不能在光中待着 他就必须要退下去 所以因此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得医治得释放 所以认罪的本身呢 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失去救恩而已 还有个更深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给撒旦有合法的权柄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彼此什么样 互相认罪 叫我们得以医治 把脏东西曝光在下面 黑的东西 黑暗的东西就不能待在光中 那所以说呢 神讲的话 都有他属灵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越跟着主走 你越信了时间久的时候呢 越经过神的开启的时候 你就是说 我不管我懂还是不懂 只要上帝跟我说所有的话 我就照着去做就对了 因为他是爱 主耶稣基督在信约里面 你就说神就是爱 所以他把神这个整个的 所有的这个作为在旧约里面就 用总结一个字就是爱 因为神帮助我们这么多 医治我们 成为我们的供应 使我们分别成圣的 做我们最好的朋友 等等等等等等 都是因为他爱我们 没有这个爱 什么都没有 我记得有个非常有名的先知 他曾经呢有一次 这个死了 到天上去了 主耶稣看到他了 就问他一句话 他说 Have you learned how to love 你有没有学到如何 相爱 然后呢 他就愣住了 因为他这个先知呢 非常的这个 这个厉害的一个先知 他的神迹意识是一箩筐的 几箩筐可以 那么这个 所以说他 那个意思 这个神就跟他讲的意思 就是说 你有这么大的这个信心 或是恩赐 但是 你的爱没有学到完全 我不满足的 你再回去 所以他又活了 他一共死了几次 一共死了三次 甚至于呢 有的一些牧师就说了 又接到他的复文了 第三次接到他复文 他说 我等一等 我等什么 我等一个月他没复活 我再去参加他的上领 你知道这是谁呀 这就是Bob Jones 他起码死了两次都复活了 所以他这个 这个讲这个话的是谁呢 是Mike Bickle B.Michael B.Michael第三次接到他死亡通知的时候来 他说我不去 他说一个月之内还没复活 我再去他参加上领 所以说你看 这个爱真的是 真是求神开启我们 我跟你讲恩赐固然好 我告诉你到天上去 你不需要赶鬼的 你也不需要给人家医病 为什么那里有最大的医生 主耶稣基督自己 在神的荣耀里面 这个这个 还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说呢 但是爱 却要有 这个这个在基督的爱里面 却要永远长成 他是说呢 我有一件事情 我要责备你是什么呢 就是你起初的爱心理性 那这个爱心是指什么的爱心呢 其实有一次呢 主自己就责备我了 他说呢 你离出了起初的爱心 我一听我吓一跳 我离开了起初的爱心 我就开始在那里琢磨 我说什么起初的爱心 是我爱弟兄姊妹不够火热了吗 是我爱主耶稣不够火热了吗 是我爱父神爱圣灵不够火热了吗 我还是很火热在那服侍主呢 我就在祷告 我就在寻求 后来呢 有一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 这个这个姐妹就是说 神说呢 你离开了起初的爱心 就是你爱主的那个心 火热的那个心 后来我一想 哦果然是如此 我把我的这个 把他爱主的心 用我的服侍来表达了 那服侍跟爱主的心 有什么不同呢 服侍是工作 那不错 我们是需要主的爱 在后面来推动 我们做原动力 但是你爱主的心不够了 已经把你爱主的心 挪到你的服侍里面去了 好像在无形中 把你的服侍已经 渐渐的取代了主 神是一个爱的神 你不是用工作可以 就是用工作而已 就可以满足他的 你也不是只是用一个奉献 就可以满足他的 你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处于爱心 但是最主要 它是科目你的心 爱着他 想着他 念着他 因为爱是一个怎么样 爱是一个感性的疏解 而不仅仅是 只是用一个行为表现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看有些有钱的这些家里面的人 家里是家财万贯的人 丈夫在外面一天到晚在做事情 那么他给他太太买的是什么 都住宿最好 最好的汽车 最大的房子 有好几个佣人 这个经营手势 没有一样缺少 但是呢 总是太太一个人在家 先生呢 一年的时间里面有 三四个月 四五个月可以不在家 那么怎么样 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就曾经看过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情况 有一个呢 在美国的一个工程师 收入非常高 他有个非常显然漂亮的太太 在家里面 而且呢 这个相夫教主 那么呢 他们住了一个很大的房子 住了一个非常好的社区 有一天他们在教会里面 来了一个 新信族的朋友 一个弟兄 就说我是一个单身的 我在这边需要找一个房间的去住 谁有房间可以租我呢 后来呢 就有人跟他说 这对夫妇啊 这个工程师夫妇啊 他们住了很大的房子 有空房间 然后他就去跟这对夫妇讲 这个新信族的这个弟兄 而他这个丈夫呢 跟妻子也说 好吧 那我们就帮助我们族内的弟兄 就请他进来 结果进来以后呢 没有想到怎么样 这个所谓的这个弟兄呢 也是刚刚姓族 我表示真的姓呢 还是假的姓 以后呢 他在家里 他就常常呢 就夸奖这个 这个 这家的女主 哎呀 你做的菜真好 你做的饭真好吃 你把家里布置的好漂亮 你把孩子带的真好 啊 你真是相复教 哎呀 真是你的丈夫太有福气了 那可是这个丈夫呢 怎么回事呢 她是一个老学究 她上班下班回来以后呢 就打开报纸喝茶 看看电视 休息 也没有什么话跟太太说 也不会夸奖太太 结果呢 没想到呢 这个房客住了半年以后呢 这个太太呢 把孩子跟丈夫都丢了 就跟这个房客跑了 两个私奔 后来大家就什么 百思不解 这个男的没有什么好的工作 怎么会 这个太太这么优秀的一个 一个姐妹 怎么会就被她拐跑了 原来呢 这个怎么样 这个男的常常用什么样 很美妙的话语去 鼓励 这个 这个 这个太太 这个太太心什么就动了 为什么 这个丈夫从来没有夸过她 从来没有show appreciation 就是说感激这个太太 也没有说赞美的话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沟通跟交通 所以这个爱是什么呢 对于太太来讲 也许对于丈夫来讲 我已经共许你所需要的 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可是对一个 对一个姐妹来说呢 我需要我的丈夫 跟我有些沟通 我需要一个感受被她爱 所以我们在跟神的交往 不是说我能给神多少东西 而也不错 那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但是神是一个爱 他必须要用爱来满足他 除了我们奉献东西 奉献时间 奉献经历以外 他最希望就是 我们的心有没有归给他 所以说神对我们的要求 就是说 你的心在我面前 对了你爱的我 你想的我就很满足了 因为你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拿 任何的东西出来奉献 有的是家庭环境 并不是很多的人 他没有什么东西好奉献 但是怎么样呢 就像那个小寡妇 那个寡妇就是 他丢了一个铜板进去 主耶稣他丢的比谁都多 那大家都会很奇怪 一个铜板怎么会 有的有钱人 可能拿一袋钱 啪啪啪啪就这样倒进去了 那这个寡妇只有一个钱 那主耶稣知道 这个寡妇 他那个钱 是他唯一的那个钱 他把他全部都给出去了 他下餐吃什么都不知道 那神只看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真的那么爱我 他把他养生的东西 你统统的一所有都拿出来 所以主耶稣的心被触摸到 所以神要的是我们这样子的心意 当然你说我肯奉献 那也是爱不错 但是神要的是说 你要全心全意的 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其次的要爱人如己 所以这个爱是不简单 你爱人如己不简单 不是每一个都是像你一样那么可爱 有的人其实看起来还真的不太可爱 你也去尝试去爱他 真的不容易 你跟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一点点小小的不满意 十一路走给你看 你打电话他也不接 你刘霍云他也不回 好像你这些的 这个好事情呢 发生了这么多爱情 这个爱心给他呢 他一点都不care 而把你的心当在地上 那个踩脚步 再抬两下再走 你的心会很难过的 同样的神帝 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太多太多了 第一个 他救你的命吧 你这一辈子 永生你就泄不完了 没他的死 你我都进不了天国 他不但替我们死 他还怎么样 帮助我们信 在帮助我们爱 在帮助我们成圣 哎呀 你说这个 有时候你带你的孩子 都有数人受不了 神带的孩子 千千万万上亿的在地上 每一个人都很多的软弱跟犯罪 哎呀 我觉得这个 有时候我常常在想 神那你造了我们 与你合意啊 除了叫你伤心以外 有几个能够让你 能够满满足喜乐的 真的不多 但是后来神也没有直接回答我 但是有一天后来我发觉了 就是我对神的爱 有何等的长口高僧 根本还了解的不够 所以我不能懂得 他为什么这样做 然后有一次我觉得神就感动我 叫我看见 他在等候 他在等候拿这个高养的婚宴 高养的婚宴 就是你我经过这个大灾难以后 我们被炼尽了 被漂白了 成圣了 当作出所果子 献在基督的面前 这是父神要将我们赐给他 儿子耶稣基督的 他在等那个喜乐来到 也为了那个喜乐 他几千年来 他在忍耐我们 哇这个爱真是太大了 所以说呢 神就是说呢 他说你做的这些事情都非常好 怎么样 你有很好的行为 不错了 你是非常棒的 有的基督徒连行为都没有 劳碌 又忍耐 然后你又不能容忍恶人 也分辨了出来 什么叫假使徒 假仙知 就表示你的生命有这个成熟度 有这个深度 然后怎么样呢 你又为神的名怎么样 劳苦 而且怎么样 不法倦 不法倦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要责备你是什么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丢了 就是你现在已经太多的服饰 也都做得很好 但是你起初的爱没有了 我记得我起初被神兴起来的时候 我昼夜都在想着基督 想着主 一想着主耶稣的爱 就在那里流眼泪 等到神在那有一次 前些时候这样子责备我的时候 我就发觉 我什么时候为了爱基督 在此流过眼泪了没有 我发觉我就在那已经 落入一种形式上的服饰 好像也觉得自己蛮爱主的 但是已经渐行渐远 但是神的灵发觉了 所以神就借着 弟兄姊妹的话来警告我 当神在借着这个 一位带导者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听他一讲 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觉得神借着他那句话 触到我心的深处 我就哭了 我说主啊 我在那里忙碌很多 但是我的爱 我的心跟你好像已经有隔离了 这会让你感到很伤痛的事情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你所最关心的是我们跟你的关系 一切的事工都是跟你的关系带出来 神不要的只是事工而已 没有关系 神要的更重要是 从你从跟他的关系里面所带出来的事工 才是他所满足的 所以说呢 我想呢 今天呢 这个我先从这个第一节开始讲 讲了第四节 然后讲了第五节是怎么样的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且要悔改 行起书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因为当时我也看了这句话了 我说灯台要挪去 那就不得了了 那灯台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圣灵的同在跟光照 其实我在那段时间 我已经发觉到 我的启示的恩赐 已经越来越弱了 也许弟兄姊妹还没有发觉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 我说奇怪了 怎么回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启示性的恩赐 是与神关系所带下来的一个副产品 怎么叫副产品呢 你的主要的产品是你跟神的关系 我不应该说是产品了 就是说你主要的是你跟神的那个关系 你跟神走的亲密 他自然就会有启示临到你 很简单 你我要碰到有困难的时候 很多弟兄姊妹什么 他说我有我的闺蜜 什么叫闺蜜呢 就是说这是我的死党 他也许不见得会跟他弟兄 或者跟他的妻子去商量 他就会先找他的闺蜜去商量 哎呀怎么样 你知道什么什么事情 为什么样呢 有时候他自己的弟兄 他还不太了解这个姐妹的事情 他就会跟他自己的闺蜜去分享 那么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启示就会特别多 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个这个经验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刚刚被圣灵充满被更新的时候 他们那段时间特别爱基督 特别爱主 那么特别爱主爱什么呢 就是哇那时候启示就特别多 我以后慢慢就没有了 那个爱心会慢慢慢慢冷 但自己没有感觉到 觉得我还是不错 所以神就说你爱我就是什么样 就是一股脑的就爱我 就是那个爱 你知道当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 尤其是初恋 哎呀他们两个分不开 分开一会儿马上就转信就过来了 哎呀亲爱的你好 我已经在想你了 其实前十分钟还在一起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那个爱 所以神说你要回到那起初的爱 就是你我当时刚好相恋的时候 相爱的时候那种爱 非常纯的爱 非常想念的爱 非常一一离不开对方的爱 神要的时候就是那个爱 啊 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呢 在与神在一起时间久的时候 常常有的时候会 会忘记的起初那个爱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回到那起初的爱 唯有你跟他的爱 真正最深的时候 他的爱可以带来你最深的地方去 很简单 一个老的基督徒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在你是否有成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你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 你跟神的关系要是 这个 这个不够的时候呢 神自己的心都不满足 不要是以为你的工作做得走 多好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 要是弟兄姊妹 你们在听的时候 也可以为我再祷告 我现在进入了一些征战 感谢赞美神 那么所以说呢 说 他说呢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走 那就是说呢 这个 你的启示 你的亮光会没有了 你的启示跟你的亮光没有了 那怎么样去悔改 这是要求神的光照 我自己当时都不知道 我开始慢慢渐行渐远的 远离了他的起初的爱 感谢主 那第六节呢 他说还有 然而你有一件事情可取的 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那么这个尼格拉呢 那个英文的原文呢 叫Nicolation 那个Nicolation呢 这个意思什么 是管辖人民 那么这里面并不是指的 教会中的弄权的 夺权的人士 自己妄自尊大 或是导致教会分裂的那种 而是指什么呢 指生活放荡 信仰混乱的人 容许巴兰的教训 也就是尼格拉的教训 什么叫信仰混乱的人呢 这个我在看这个 这个启示录 这个第二章后面讲的 就是说 这个耶喜别 那么这个耶喜别呢 这个第三章会有讲的 我看看 应该是讲的这个 那么这个耶喜别呢 他是怎么样的 这个第二章 这个耶喜别就是说 他教导百姓怎么样 淫乱而且怎么样 吃祭拜偶像之物 那么这个淫乱呢 我们懂了 就是说生活不检点 对不对 淫乱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私生活不检点 男女关系不检点 那么这个 吃祭拜偶像之物 后来我就问主说了 我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应该懂得 不会去吃祭拜偶像之物 那是因为那是给鬼的 我们自然是给 神的人就不应当去吃 那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 是什么意思呢 那主就回答我了 他说是什么样 与世界的观念妥协 所以说一个教会里面呢 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呢 不能与世界观念的价值观 去妥协的 比如说现在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人 同意同性恋 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嘛 还要爱众人的心嘛 他们是罪人 哪个不是罪人 我们还是爱他们 因此呢 我们就同意他 去做这个同性恋 我们还是要去爱他 错 我们爱他是可以 但是我们不能同意 他们去继续活在 最终的方式 我们必须要讲清楚 我们不是恨他 我们也不歧视他 是罪就是罪 我们就要讲清楚 如果说弟兄或是姐妹 有这样子的问题 求神帮助我们 脱离这样子的捆绑 那这也是一种 邪灵的挟持跟攻击 因为神当时造人的时候 他没有造两个亚当 也没有造两个夏娃 他没有说造两个亚当 叫你们彼此相爱 他也没有说造两个夏娃 叫你们彼此相爱 他是造了亚当夏娃 是造了一男一女 那么因此呢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我们不能 与世界的观念妥协的 与世界观念妥协怎么样 就不行的 就是混杂了 掺杂了 神不要任何掺杂的 所以现在呢 撒旦在世界上 要推动什么 宗教合一 就是不管你信什么教 我们都是出一一 都是叫人为善 这个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这就叫异端 是神 就是神的 你不能与其他东西 都是 你只有一个爹 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爹 这个每个人的都是爹 就不是真的爹 真的爹 他就会在意你 你只能叫别人最多 只能叫干爹 你不能叫他叫爹 叫爸 因为你的爸爸只有一个 那么因此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怎么样呢 他就是说呢 这个怎么样 他说呢 你恨无尼克拉一党人的行为 就是他生活放荡 信仰 混乱的人 这些人是拜偶像行协议的外邦信徒 而就是说呢 这些人呢 来到这个时代 这个有时候到教会 他会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理念 那不能这样子 我记得我那时候 刚刚信主没有多久 有次过这个万圣节在美国 那就是鬼节了 那我就跟大家弟兄姊妹说 哎呀我们去到 去到一个鬼屋 因为他们要把收来的钱 要做慈善机构 而我说这个行为很好 后来有一个比较老恋的姐妹 就出来跟师母说 我说这样子 不好 因为我们这个基督徒 不应该去接触这些属世的东西 尤其是鬼屋 这明明是不好的东西 后来呢 师母就出来阻止我 我当时还很不以为然 我说这是一种好事 这是那时候生命很薄浅 不懂 所以说呢 这就说什么 我们这个基督徒 不要跟实际上过的一样 基督徒都是分别出来的 人家可以做的 有很多事情 属世的事 你是不能做 你不要说大家都这么做 大家都往地底下走 往地狱走 你要跟他走吗 所以主耶稣也说的很清楚 往上面走的路是窄的 找到的人也不多 往下面走的路是宽的 进去的人也很多 所以说怎么样 走天路什么 是要努力的人往上走的 所以说这个新约里面 有一句话说怎么样 我们要战斤恐惧 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就是你 这个你光得救了 你说啊 我就可以随便乱七八糟的生活 那就可以了 也不是 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我们在 这个犯了罪的时候 我们回到神面前来 认罪 悔改 他替我们的流出的保险 而不是说 因为有保险了 我们可以继续犯罪 反正这 只要一说主耶稣基督 原来我 我就可以得 得失负 那是晚上我再继续去犯罪 那是故意的 那叫试探神 不好 这个不行的 那么所以说呢 第七节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呢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在神的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了 你要记得 这七种的 这个七次的凡有耳的 就当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而且得胜的 每一次得胜的果子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面讲到 得生命树的果子呢 第一个是什么 你看这个 这个以佛所的教会 几乎是一个完全的教会 出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他在 离出了起初的爱心 就是说 神说你做了这么一切 美好的事情 还不够 我要你回来 起初那爱我的心 你那样子的 很热烈的爱我的时候 我的心才能得满足 当你有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怎么样呢 你也知道 爱心是什么呢 可以把你所有的德行 连结在一起 你看看那些所有的德行 都是跟爱有关系的 你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你看看罗马书里面讲的爱 那这个都是什么样 都是用这个讲的 这个基督的圣灵 都是因为爱 都是因为爱 所以这个爱呢 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愿我们呢 在这一辈子里面呢 积极地去寻求 神的爱 去认识他的爱 是何等长空高深 然后怎么样 在神国里面什么样 得到上面来的能力 在地上什么样 靠着主的恩典 圣灵 来做神迹和意识 使看见的人呢 都将荣耀归给神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 先跟大家分享 分享前面细节 关于以佛所 那么我们下周四呢 我们会再继续 分享第二章 我就先讲到这里 OK 好 我们可以到这里录音截止 好 感谢观看